早晨 歡迎大家回到Learn with Tom Lee的教室 我記得距離上次我教大家煮木瓜花生雞的湯的時候 都有一年多之前 今堂我就為大家介紹豬潤狗忌湯 這個豬潤狗忌湯英文很特別 叫做Wolfberry liver soup 豬潤狗忌湯我們整個過程 除了教大家煮之外 也教大家如何摘狗忌、撕狗忌等等 我請來兩位大師傅 一位就是狗忌界的強人 他自己在後花園種了狗忌 教大家如何選擇和摘狗忌 用什麼工具和種狗忌也有告訴大家 另一位就教大家煮狗忌湯 我們看看狗忌豬潤湯的時候 或者我們叫做豬潤狗忌湯 豬潤狗忌湯 什麼都好 我們那個材料包括什麼 包括大約一磅的豬潤 一磅的排骨 狗忌大概是2至3磅 如果你是後花園摘的 你可以摘多一點都可以 煮水方面就是4至6人份量的水 當然這裡你看到我用蒸餾水 當然大家不要用蒸餾水 用白開水就可以了 水一盒水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鹽和薑小片 如果大家怕豬潤腥的話 也可以加少許的紹興酒 首先我們去到狗忌和杞子的分別 我們聽聽師傅講解一下 狗忌、杞子的分別和怎樣去摘 今天我們準備去摘狗忌 狗忌是怎樣呢 一磅磅你看到很長的 很高很長的 現在春天就很漂亮 其實冬天的時候我們幫它剪掉 因為冬天會發毛 你不剪的 春天也會發毛 你看到它長得很長 現在春天長得很長 你看它多長 米幾兩米長 一磅磅地下長出來 一磁磅地下長出來 然後再分枝 看到這裡又分枝 你看到春天的葉很漂亮 你看到春天的葉很漂亮 你摘的時候 我們一波波剪下來 你摘就要小心 要多刺 春天這些刺就比較短 因為剛剛長了 看到現在好像看不到刺 這些刺暫時很短 你摘就要小心 這刺很短 這刺很短 到秋天 那麼長 夏天秋天 這刺很長 你看到它很像 這些刺 這些刺 都很刺手 暫時這刺只有3mm 到秋天 可能去到一串長 現在春天 這葉很漂亮 我們再看這棵 這棵 好似狗幾 其實這棵是杞子 這棵杞子在盆上長出來的 那這棵杞子 暫時 有沒有看到一粒粒紅色的 大概去到夏天 它就會長到很多很多粒粒出來 一顆粒粒很大粒的杞子 這棵杞子都幾大顆了 已經 我都是冬天的時候把它剪掉 剪掉 因為會發霉的 待會我們再拍下 怎樣摘葉出來 好嗎 現在呢 首先要剪開它 我會把這棵杞子都長滿了 九幾 OK 剪九幾 有些粗的 我用這個大鉗 大鉗很粗的 剪些粗的 幼的 可以用小剪的 然後這樣 剪下去就可以了 剪到最底的位置 剪下去就可以了 剪開一條條 這樣 然後呢 就要一塊熱地摘下去 摘的時候呢 就不要 不要順地拉 如果你順地拉 就不要順地拉 如果你順地拉 可能有點刺 會刺到手 通常呢 就要小心 逐一塊的撕 或者逆方向上 我再剪多一點 這個呢 這個不是 這個是 杞子 這個不是狗杞 所以要剪多一點 可以 那這個 做到 幾十條 才可以 煮到 煮湯 煮湯的時候 再加些 豬潤 或者雞潤 這樣呢 就很潤 現在盡量 盡量 到最底的 接著我們到摘狗忌篇 或者大家如果想再種狗忌的時候 應該怎麼種呢 也都是聽聽師傅怎麼教大家 現在我就摘了一大堆 一大堆了狗忌 好多大概二三十條 每條盡量摘到最底 剪到最底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這裡 現在比較粗壯的 看到可能會有刺 要小心 因為越粗壯 就說刺越長得越長 可能春天 所以暫時都很少刺 看到很少刺 狗忌其實很粗生 我怎麼種 要種子種 其實多數都不會用種子種 如果你想種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摘了一棵粗的 例如你摘了這棵粗 想種的話 就將它浸水 或者插在濕潤的地上 插了下去 大概插幾個星期左右 會長根 就是說每棵都可以拿去種 當然你想種就盡快摘了 立刻種吧 讓它更濕潤 如果現在想摘葉的話 最好剪下來 就馬上摘一些葉 逐一塊摘 OK 當然可以一拆一拆 因為暫時都沒有刺 都可以容易摘 如果你沒有時間 立刻摘葉的話 就最好開一桶水 好像我一樣 開桶水 浸下去 讓它比較濕潤 否則它等幾個小時 就會乾了 浸下去 OK 浸下去 等一會 因為我有東西弄 等一會才摘 或者你一邊摘 先浸著它 讓它有些水濕潤 否則很快乾的 我也試過 忘了浸水 隔了一天 就乾 因為它吸收很多水分 然後浸下去 浸下去 等一會我們看看怎樣摘 好了現在我們撕狗忌 撕狗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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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它防守 小心 如果撕狗忌 撕狗忌 要撕狗忌 很長 nueva 整串рат 1 撕狗忌 整塊 0 小心 不要去掉 戳 窗受 可 responsibilities 很深的 糖整個汁要亂 通常勁可以不要 或者用勁捲去煮水 煮了水才放 因為有勁肥不肥 鹽是吃到的 鹽是夠亂的 所以我們這樣剁 這些很明顯是沒有勁 沒有勁可以整個汁撕下來 即是逆 逆著方向亂來 因為不會有勁 最初的位置 可以整個汁撕下來 有時你留意 狗皮背後的鹽可能會有點重 現在這塊就沒有重 因為春天所以暫時沒有重 我以前撕到這個 我以前撕到這個 寶寶好食的 因為有膏 通常會整盤滿了 夠熬一鍋湯 五、六個人吃了 喝了 下來會是 小心狗幾的刺 狗幾的刺 非常尖 大家要留意 小心一點 這瓶是比較嫩的 但已經出了很多很尖的力 很尖的力 所以要小心 要逐快去剥 如果拿著掃 就肯定會慘了 力很長 這瓶已經有大概 五、六mm 非常尖 很硬 在一塊葉的底部 每塊葉的底部 都長得像刺 很尖 很硬 很硬 刺下去 非常痛 我想給大家看看這瓶 這瓶是粗的 我已經撕了很多葉 但你會發現很多刺 看到這瓶非常長 看到這瓶 差不多一串長 看來 這塊葉 上面有長到葉 但也是一支刺 暫時比較軟 但當我老了的時候 這瓶很硬 刺下去非常痛 當然刺下去不會有毒 看到這瓶很多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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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瓶都是 所以要撕的 很小心 現在市場上沒有這個 狗忌麻 我相信是因為 太多刺 好像刺到手 看到很多刺 非常多刺 這瓶比較粗 接著就洗狗忌 洗乾淨 如果你是自己種 可能有些蟲 沒有下農藥 有些蟲 大家洗的時候 乾淨一點 要加些鹽去洗它 現在我們撕完鹽 我們浸在水 浸在一會兒 水是加了些鹽 就是浸在鹽水浸在一會兒 浸在十多分鐘 再多洗幾下 那些鹽 我們會剪碎碎 那些鹽洗乾淨 就可以煲水 煲了水 就不愛鹽 因為鹽是不能吃的 只要用來煲水 就不要浪費鹽 洗完狗忌之後 就開始準備 豬潤 薑片 紹興酒 以及一煲水 去煲狗忌的鹽 然後我們 撈起狗忌 然後放些狗忌 下去煲軟 最後放豬潤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介紹這個 是豬潤狗忌湯 現在我正在煲這個湯底 裡面有些狗忌的裙子 不要浪費了 因為它都出了很多味道 另外我喜歡這個湯底 甜點 所以放些豬骨 多熬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了 一個多小時我們可以 塗完這些東西之後 就加我們今天 這幾個狗忌 我已經洗乾淨了 另外我們再加上豬潤 讓它更甜一點 還有豬潤有鐵的元素 可以補血 我們的豬潤是加了一些紹興酒 如果你家裡有些薑汁的話 可以加上薑汁 紹興酒一起醃一醃 那我就拍了薑就算了 好了 我們又回來了 現在已經煮了一段時間了 煮一個多小時 先把這款放進去 其實這款是有很多營養 在這裡的 讓它出味 有些人不喜歡 隨便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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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都出了味 這款已經出了味 OK 我们就开始炒菜 开炉大火一点 开炉很新鲜 很漂亮 很多很多 很漂亮 好了,我們再攪拌一攪拌 然後蓋著一會兒 對 最後完成品之前 記得煮到糾忌淋了 你才加一點豬潤 加了豬潤之後就可以關火 豬潤就會太老 如果你想加一些杞子也可以 記住杞子和糾忌很容易拌亂 糾忌和杞子的樹是有些不同的 這碗就是豬潤糾忌湯煲好了 這裡有豬潤 有兩塊豬潤 這些糾忌菜 吃得很嫩的 你看到 很嫩的 我們這裡 湯比較少 因為 被我喝光了 因為這裡有很多糾忌 然後 如果其實你喜歡 白白的靚一點 可以打雞蛋也可以 打完雞蛋就可以關火了 因為這裡沒有加雞蛋 或者你想要 因為這個是補眼 你想用補眼 補眼多好一點 再加些杞子也可以 這裡我們沒有加杞子 當然 因為我家裡沒有杞子 沒有加杞子 OK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謝謝 852-6592-8609 好 多謝大家收聽我這個影片 如果你希望你的 Mathematics 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話 你想要一個 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隨時 聯絡我 令到你的 DSE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聯絡我 因為我都有一些 私人的補習 在這兩方面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 謝謝